3.6千克 7.2斤还不算外包装 显示器实在是太大了 我就先不搬上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庄九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苹果 2022年春季发布会上最重磅的产品 MacStudio 这台桌面工作站级别的电脑 最重要的是M1 Ultra这颗芯片 废话不多说 我先开个箱 它正面的这个提手是一个仿布的材质 这个包装设计估计花了不少钱 它这个上下左右都做了非常大的缓冲区 尤其是这个底部非常厚 也为了保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一根电源线除此之外 就啥也没有了 OK 产品的完全体 其实它整体的ID设计风格跟Mac mini是比较相似的 正面看的话感觉就是加高了 大概2.5个Mac mini的感觉 然后它的正面是非常简洁的 就一个指示灯 然后前面有两个雷电的接口 如果你选择是Mac芯片的版本 它就是两个Type-C 然后这是一个卡槽 可以插内存卡 背部Studio就显得更加漂亮和规整了 因为它是一整块铝合金给洗出来的 没有任何的接口 直接在上面打的孔 散热 然后下面是一排接口 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 这个Mac mini它后面是一个塑料件 直接契合到一起的 也挺规整的 但是相对来说就没有一体性了 左侧边一伸手的位置就是电源 接口方面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它对显示器的支持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主机产品 官网表示是最多支持5台 是4个6K的显示器 这边的4个 然后HDMI它是一个2.0 注意不是2.1的 是一个4K60的显示器 一共是5个 来带大家看一下底部 虽然说你放在桌子上开始使用之后 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看到它底下了 但是中肯的讲 这个设计真的还非常漂亮 特别像一个品质非常高的一个音箱 因为它周边是一圈通风散热孔 然后D壳也是金属的 这个Mac mini就是塑料的 但是Max的版本相对来说就轻许多 这个是3.6千克 这个是2.7千克 差了1.8斤 你可想而知这里边的堆料或者说散热 有多大区别了 之前视频我们带大家看过 M1 Max它有多顶了 没看的可以去翻看一下 这个大力出奇迹 两个Max直接给连在了一起 那么这个终极风格怪 到底比M1 Max提升了多少 实际跑起来又怎么样 你起来试测一下 发布会上介绍 M1 Ultra这颗芯片 就是把两颗M1 Max芯片 用Ultra Fusion 封装架构给相连在一起 在核心处 带宽编接码器 等配置上都是2倍提升 看来也是深受英特尔胶水核心的真传 没测英特尔其实才是最早使用 教室核心的 并不是AMD 但两块芯片能带来两倍快乐 两倍效率吗 首先我们拿来去年标准版的 8CPU 8GPU的M1 Pro Max 和这次的Ultra 四款比较典型的芯片成绩 不得不说苹果的表现 确实非常稳定 今年的跑分测试和去年的如出一辙 所以我们就顺理成长 继续使用去年的数据 也算帮我们节省了一大堆时间 首先是宇宙无敌最好玩的3D游戏 3DMark需要说明 由于它是iPadOS的版本 并没有对MacOS做相应优化 3DMark Wildlife在60Hz的屏幕上 Max和Ultra都只能跑到1万分左右 就封顶了 所以我们使用Unlimited的模式 Max Studio和M1 Ultra 跑到了34,413 比16寸MacBook Pro的M1 Pro芯片 10,417高了约3.3倍 对比Max的20,231高了约1.7倍 相比于M1芯片的4962高出了约6.9倍 接近7倍的差距 巧的是Ultra的1140亿 大概也是M1 160亿晶体管的7倍左右 不过3DMark毕竟也不是专用的MacOS测试软件 仅供大家娱乐参考一下即可 Gayvang5这边就有意思了 M1系列所有芯片的单核成绩都在1750左右 证明从最低的M1到最高的Ultra 单核最高性能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直接粗暴堆核心 堆到实在堆不了了 到了Ultra就干脆胶水复制了 苹果下一代是不是再粘4个核心 出个M2 Pro Max Ultra Plus版 也不是没有可能 OKOK说正经的 粘3个是有可能的 多核成绩上M1 7680 M1 Ultra 23481高于M1 3倍 Ultra高于Max 12741约1.8倍 考虑到胶水会有一定的性能损耗 大差不差就是两颗Max芯片的成绩 看来厨子的胶水配方确实不错 Cinebench R23单核成绩上 也是和上面一样 所有的单核成绩都在1500多 Max 12372的成绩 高出M1 7772分 1.6倍 Ultra 24191的成绩 高出Max 1.95倍 要不怎么说胶水配方好呢 Cinebench的功耗 M1在14W左右 Max在27W左右 Ultra这边57 58W左右 又是两倍的功耗 JFX Bench 1440p 阿兹特克 离屏 M1成绩81.5帧 M1 Max 310.8帧 Ultra这边就高达481.9帧 查看JFX Bench的排名 这个成绩在RTX 3090与3080之间 实测古墓丽影暗影这个游戏 还是和去年一样 由于笔记本和台式级存在分辨率差异 我们统一外接一台 小米27寸4K60的显示器控制变量 1080p最高画质下Max 89帧 2020款27岁iMac 5K 它搭载的是5700XT 16GB的显卡 成绩同样为89帧 M1 Ultra为111帧 算是可玩阶段吧 增加压力 4K最高画质 Max一下就掉到了34帧 iMac真的好巧不巧 也是34帧的成绩 到了Ultra这边 58帧的成绩 当然去年我们也说了 古墓丽影还是转译版本 等各种各样的情况 相比Windows版肯定有各种损耗 这个游戏成绩不算很好 但也肯定不能说很差 话说真的有小伙伴搞一个四五万的Mac 专门用来打游戏 肯定是可以玩 但是真没必要 前面我们也看到了 两块Max拼在一起 不一定绝对就能达到两倍的性能提升 大概是1加1等于1.8的效果 那么为什么会有损耗呢 举个例子 《环台面》里边的男女主角 合作不默契的时候只能拆家 默契的时候就直接能打boss了 说到底 它还是两个人 两个芯片的性能发挥 受限于两个芯片的默契程度 而决定这个默契程度的 就是两个芯片的沟通效率 说白了 只要俩人的说话速度 说话频率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的声音就可以自然的合到一起 这个沟通效率就是胶水的配方 Ultra Fusion的封装架构 它可以同时传输超过1万个信号 提供每秒2.5TB带宽 是业界芯片互联技术带宽的4倍以上 自然性能发挥也更接近两颗芯片的水平了 那苹果为什么选择胶水芯片 而不直接出一个更大的芯片呢 这样也就不存在两颗芯片的沟通损耗了 为什么不这样干 我们盲猜就是成本和良品率的考量了 假设一片晶圆直接切成Ultra大小 单个面积越大 晶圆的利用效率也就越小 编角料就浪费的更多 没有切成Max来的划算 并且晶片制作过程中避免不了瑕疵 可能一粒灰神就直接让一块芯片报废了 单个芯片面积越小 遇到瑕疵的概率就越低 良品率也更高 做小芯片然后封装称一块大芯片 加上苹果的胶水配方确实不错 粘的够老 是一个既效率又直接的办法 拿捏住了 不过根据爆料 这块缝合怪M1 Ultra的单颗造价 也已经来到了300到350美元了 一个芯片2000块人民币 直接买一个870旗舰机了 回到我们开头抛车的问题 相比于M1 Max 两倍的晶梯管性能提升 能带来两倍的使用体验 两倍的快乐吗 单从纸面上说 接近但还差一丢丢 不过1加1等于1.8 还保持了较低的功耗 这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前面的纸面跑分部分都看完了 下面就是Mac电脑的主战场了 视频动效制作等专业领域 M1 Max这个芯片都已经非常强烂 我们工作室的后期制作部门 都使用的是它 Ultra还能怎么再提升 首先就是时间线的预览流畅度 如果时间线放一针卡两针 后期制作的小伙伴分分钟心态爆炸 首先测试的是解码H264 作为一种存在了近20年的编码格式 眼下H264依然是视频编码的主流 我们手里的这台顶配M1 Max 能够流畅播放 我们日常拍摄的4K素材 极限是15条左右 这其实都已经非常顶了 而M1 Ultra坐稳了 差不多和翻倍的核心是一样的 面对27条素材 依然能够从容面对 你可能没啥概念 大家可以猜猜此时的Max Studio 它一秒钟需要解码处理的像素量 有多少 5个亿还是10个亿 321 每秒55.98亿像素 我把这数字给大家打出来 大家可以把惊了打在公屏上 H265作为H264的继任者 凭借高压缩笔 在近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手机和相机厂商的支持 虽然M1系列的芯片都内置了H265硬件加速器 但因为H265编板本身就要比H264要复杂得多 M1 Max在同屏最多流畅预览7条4K M1 Ultra则翻了一倍多 达到了17条 当然这还不够极限 我们今天必须把它炸的是一滴都不剩 我们又专门测试了12K的视频素材 如果你压根都没接受过12K视频素材的效果 可以口味一咱们看看有多少了 先来看看这台顶配的Max 三条就出现了明显的卡顿感 基本看不了了 一两条的时候还算OK 好 做完了 咱们来看看顶配M1 Ultra的流畅度 这个流畅度一眼的事高下力盼 大家可以把丝滑这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镜像丝滑是吧 别着急 其实这个画面我们用Max-99播放的是5条12K的素材 下一项达芬奇 在影视工业中 达芬奇对于RAW视频的支持要更加全面 调色也相对便捷 测试的片段为佳能50帧8KRAW格式素材 经过简单的色彩还原之后 测试预览流畅度 通过对比非常直观 Max一条8KRAW没什么问题 两条就出现了明显的卡顿 而M1 Ultra这边两条依然很流畅 到第三条 这个Ultra有点顶不住了 卡顿出现 但整体相比于Max那肯定是好的 哎潘子 哎 麦克又出新了 M1 Ultra可以流畅8K了 才6万 白减样啊 来 来 不难发现 M1 Ultra相比于M1 Max 翻倍的核心规模 在进行解码预览工作时 确实充分发挥了硬件优势 虽然Ultra是个缝合怪 但是苹果的缝合技术 刀法精准 这个中文真是博大精深啊 接下来视频渲染 在这儿竟然发了个小车 首先用Fentacad Pro渲染之前 我们做的一期项目工程 9分钟的一期视频 M1 Max渲染用了302秒 其实都已经算很快的了 M1 Ultra一开始 我以为也就两分多钟吧 结果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302秒和Max打了个平手 经过复测 也就是几秒的误差 无论我们是增加工程量 换用ProRes 或者用Compressor转码输出 M1 Max和M1 Ultra 就是拉不开什么明显的差距 一开始我们以为 是不是时间线上的 同屏素材不够多 压力不够大 于是我们非常疯狂的 渲染了同屏77条4K的H264素材 差距出现了 Max用时285秒 M1 Ultra这回真做稳了 连Max的零头都不到 仅77秒就完成了 快了三倍有余 30条H265素材渲染 M1 Ultra也快了近一倍 那刚才这FCP的效果就不对了 找了一下原因 发现问题出现在视频包装上 日常的视频工程不仅有视频素材 也有大量的特效 字幕和口播字幕文件 而之前渲染的测试片段 它都只有视频素材 于是我们又新建了一个单独的 特效字幕测试项 以及口播字幕测试项 结果不出所料 Max和Ultra的差距又被拉平了 看来Find Card Pro 还有很多优化工作可以做 达芬奇的编码输出 我们同样做了测试 佳能的8K RAW 转码为ProRes 422 M1 Max用时7分27秒 搭载了M1 Ultra的Max Dodo 只有3分54秒 也是充分发挥出了Ultra的硬件实力 AE制作的动效 在我们之前的视频中也很常见 首先测试数据表格动画的渲染 因为表格的元素相对较少 而且动画也非常规律 比较简单 整体压力不算大 M1 Max和Ultra几秒的差距 可以说在正常误差范围之内了 于是我们又跑了压力更大的测试模板 包含了大量的粒子 体积物 光效等等等等 这压力一下就上来了 顶配的M1 Ultra也耗时了10分钟42秒完成 而M1 Max的顶配耗了约16分钟 在这里Ultra虽然没能达到翻倍的效果 但也绝对是跨越式的提升了 除了动画 3D渲染我们选择了C4D 在使用这款软件的效果可以Cover E 测试像为抽象模型的变形动画 经过多次测试验证 无论是采用物理渲染器还是标准渲染器 Ultra相比于Mac都有了近一倍的提升 尤其在使用物理渲染器时 时间缩短了11分钟之多 所有的测试都完毕 结果清晰明了 终极缝合怪M1 Ultra双倍的核心 确实能够给你带来双倍的快乐 在一些主流的影像3D生产力软件中 无论是预览还是渲染 M1 Ultra都发挥了它核心规模的优势 当然上面也看到了 也不排除一些软件有适配优化的问题 导致它的性能无法完全得到释放 当然还是要再提醒 上面的大部分测试都是非常极限的 为了炸的它一滴都不剩 除非你是专业领域的从业者 我相信这些小伙伴看到这个产品 也无需多说了 它无疑是个强生产力工具 如果在购买的时候 但凡你有那么一点点的犹豫 对测试的大部分极限素材 根本没有使用过 担心买了是不是会浪费 那么请别多想 直接买一个Max的版本 够够的了 当然这里要提醒一句 本期测试对比的是 Mac Pro上的顶配M1 Max芯片版本 Max66版本的Max 它拥有更大的散热空间 我们预计它的性能释放 会比笔记本版要好一点 如果后面有机会体验到 我们再对比跟大家分享 现在我就一个问题 刚买了一二十万 甚至三四十万Mac Pro的人 他们在想啥 一堆废铁一样 退钱 OK 全家福 最后是全部齐齐了 这次的Max Studio 最后想跟大家说一下主观购买建议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者 看到这两款产品就不用说了 它们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对 没有错 虽然它们的绝对价值都很高 但是放在专业的同级别生产力工具里面 你可以去查一查 它们的价格都不贵 尤其是这台中级风头怪 但是也想跟大家说 它确实是两颗Max芯片 给这个粘在一起了 但是它的日常体验 其实是跟这个你用什么Max Pro 几乎没啥区别 因为只有到达这种峰值性能的时候 才会体验出来差别 这个两倍三倍的往上翻 这个前面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生产力 大家可以把这三个字打在公屏上 另外还就是在之前 每次Max系列的产品测评中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热评 是生产力等于剪视频 对于博主来说 这句话是一点毛病没有的 这视频怎么就不是生产力呢 你看到的这期视频 我们频道里有那么多视频 都是靠这些工具来生产出来 给大家看到的 对吧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这种评论是怀着调侃的心情在里面 给大家这种生产力等于剪视频 这种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除了发布会和官网之外 大家了解到这些产品有个很重要的途径 就是全网的各种自媒体从业者 包括我自己 这个什么测评 什么体验 什么开箱之类的 这类人群呢 有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做视频 那所以对他们来说 或者是对我来说吧 视频就是生产力工具了 所以大家不由自主的会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就给了大家这种印象 所以要特别建议大家 一定要了解好自己的专业领域 在Mac端的支持情况 它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中途游戏 比如说一些建模 比如说一些非常极致的 非常小众的专业的工作 VR之类的 他们在Mac端的生态是怎么样的 你了解清楚之后再去下手 要明确自己的第一需求点 选择最合适自己的产品 这句话好长时间没在我们频道里面出现过了 这次的My Studio 还有Studio Display 满分十分 你给几分呢 可以走分弹幕 我觉得除了个别的一些 非常非常小的一些问题之外 我觉得可以给八九分是没啥问题的 当然这是我主观建议 如果觉得在这期视频内里产生了一点点帮助 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各位观众能力和精彩 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色评 后期我们长期使用再有什么体验 我们会陆续再跟大家分享 不关键天 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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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